没有那个真实的记录 那我们的搭载这个模拟重源 也会去模拟记录最终结果 从我们的近地的椭圆轨道 到这个大椭圆轨道 所以在这个两天多的飞行时间 它从这个近地的小的椭圆到大椭圆 这样就必须要多次变轨 所以这个就在两天多内 进行了七次的自主的这个变轨 这是我们前面自然船都没有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飞船的这个状态都非常良好 后面实际上就是靠返回这一块 因为它有群散的基础 包括我们高的很高的这种 第二宇宙速度这个回来 所以对我们的气动外呀 外形啊包括热呀 这个我们后面对返回这块应该更关注 而且我们正不存在心的经历 最低的水平 就是了个人的 我本身就是暖和热呀 我本身就是暖和热呀 有一天 这个能够的 不关注 突然在这些水平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